6月21日一大早,美院壁画祖师生开着小车拉着绘画工具,来到永定镇上摩村开始了他们最后一天的壁画创作。 他们已经在这里连续工作了一周,完成了一百多平米的壁画上墙。 这也是清华大学支持延庆区秀美乡村成风画人活动的一个举措。 活动由延庆区与清华大学等17所首都高校共同发起实施,充分整合延庆历史、文化、绿色等元素, 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绘画为形式,以农村墙体、景观小品为载体, 为首都高校艺术类师生提供深入实践、了解国情、依托专业服务社会的舞台。 谈起美院参与活动的情况,带队的崔老师告诉我们。 在去年的秋天我们就开始了,然后先后两次带领学生过来, 在当地然后进行考察和村民交流,了解当地的这个历史文化和传统。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在这个方案设计阶段, 然后经过不断的反复的修改和调整。 绘制的学生正好赶上这个今年的这个毕业, 在学校完成完达变的第二天, 然后我们就学生就来到了这个沙漠村, 然后开始参加这样一个延庆的这个美惠乡村成风化人的这样一个主题, 壁画的一个绘制活动。 这个活动呢,就是对同学们, 是一专业技能的一个拓转信念, 那么也弥补了我们在教学中的一些不足, 那么他们能够通过这样一次活动, 然后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对他们的今后的这个专业学习和专业发展, 也起到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作用。 美院壁画工作室的七位师生, 从六月十四日来到上漠村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工作。 师生们占高温,逗酷暑, 克服困难, 用自己所学知识绘制原创壁画, 为建设秀美乡村,提升乡村文化品质, 美化村荣村茂,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学生们把这次活动作为一次生动的艺术创作实践课, 也收获满满。 感觉专业上也提高了很多, 然后其他,因为刚毕业嘛, 然后一打完遍我们就过来了, 也当是一种放松, 但是因为我们也第一次画这么大的壁画, 还是挺有挑战的, 然后也很有收获。 师生们的创作壁画, 也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喜爱。 清华美院到我们村给这做的壁画, 给我们村添了一个新的风流线, 它这画都是结合我们村的末文化, 我们啥末村呢, 就本身就有这个末文化, 他们结合这个末文化, 把我们村里传统的文化, 给画在壁画上, 我们村民感到很高兴, 都能看到以前村里的发展, 这个文化的传承, 都感到很欣慰。 很多东西, 最后您现在的末文化, 其实这个末文化的帖文化, 最后并不体会有级别的字幕, 您这么多的路线。 面试运说,